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仍然讲授金刚心菩萨法 我们谈到这个一个法里面有三个重点 也就是观想持咒跟入三摩地 那么这三个重点又称为每一个修法的一种阵形 可以讲这个就是一个修法一个法的中心 在观想持咒跟入三摩地 这里面当然他每一个修行的步入 他都有观想也都有外在的跟内在的一种这个修行的方法跟重要的这些心要口诀 那么大家这个要注意啊就是说 你要知道每一种口诀的这个圣声的内意啊 必须要这个听啊 这个金刚上师的一种口传一种讲授 这样子你比较容易去体会每一个赤地当中的他本身的心要 我们现在谈到这个入三摩地 其实入三摩地就是入定入定就是在修定 我上回有讲过了一般的佛教徒啊或者是藏密的佛教徒 他一生当中啊重点只做三个事情 三个事情 在藏密啊或者密教里面呢 只重视三点 一点呢就是持民 持民就是持咒 不管这个随时随地 你都是在持咒 叫持民 那么一种呢 也就是在做共佛 做共佛 做共养 做共佛 做佛共 平时的共养 佛共 如何去侍奉佛菩萨 这种共佛的 所有的寺庙里面啊 这个香灯师啊 都是在做共养 再来呢 最后一种就是在修定 修定 就是内在的往内的求啊 修出你自己本身的定力 你自己的光明 你自己的佛性 这个讲起来啊 所谓修定啊 就是入山摩地 进到你自己里面呢 看到你自己的佛性 这个都是成就的 所以一个佛教徒啊 密教的教徒啊 密教行者 大部分都是持民 共佛 修定 这三个很重要的 其中最重要就是入山摩地 所以很多祖师啊 在这方面啊 下了很大的功夫 这禅定有很多种方法 禅定有方法非常的多 那大部分讲起来啊 就像那个佛陀所教的这个 俗习法 俗习啊 因为这个习啊 跟心啊 是通的 你习啊 呼吸的这个习啊 越是长 越是慢 越是细 他的心啊 就越静止 在密教讲起来啊 气 你气很浮的话 你心就动 气很定的话 他心啊 就能止 所以有鼠习法 也根据的道理 就是让他精神能够集中 集中在一 在呼吸上 集中在这个习上 先定于一 完全精神集中在这个 呼吸上的就是鼠习法 也有止观法 止观 止是什么呢 就是 有念头产生啊 你马上就叫他停止 这个密教也有方法了 止 立断了 立刻把它断除 密教啊 我们在修行当中 一有妄念很多的话 就喊一声 配 这个配 这个配字啊 就等于把它切断 立断 就是把念头切断 然后呢 渐渐的 进入这个定里面 渐渐的 变成一种配的话 就很快配 就是把这个念头 一刹那之间把它切断 叫立断 就是止了 有时候止是很难的 因为它这个一个念头过去以后 又产生另外一个念头 所以有时候啊 为了精神的统一啊 就接着再用观的方法 观想的方法 密教里面有讲到观想的方法 因为止不了你不如用观的 那用观想的方法 就是精神集中在观上面 等到观的非常的顺的时候啊 你再把它断 这个就演变成为止观 接着止观双印 就是这个样子 先止止不了用观 那观的很好的时候再用止 那么止后又用观 观后又用止 这个这两种的应用啊 就叫做止观双印 那么止观法也是讨论很多的 在佛学里面啊 谈到很多 另外还有一个是自然宽谈法 自然宽谈 这个就是很奥妙了 你打坐的时候很自然 什么也不要去想 也不要想自己在打坐 然后再修订 连自己在修订都不要想 那么一切归空 就很自然很 很顺的很自然这样子 任印下去 宽谈呢 就是心要放哪里 你不要想心放哪里 反正你的心啊非常的宽 坦就是很平坦 宽坦 像一面大幅一样 一点轰都没有 像一面镜子一样的 这个水波不新啊 那像一面镜子一样的 非常宽坦的 这一种状态 这个是修订啊 很难得的一种工作 自然宽坦 这个又称为啊 这个顿超 这个talk talk 在自然宽坦任运啊 最高的境界里面啊 在密教的大圆满里面 断呢 立断呢 就叫做church talk就是任运 任运 任运是什么呢 就是自然宽坦的一种状态 所以要入三魔地啊 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方法 方法是很多的 要断啊 要关啊 种种很多的方法 要属习啊 金刚属习法 金刚保瓶器 都是一种修订的一种方法 九节佛风 也是在修这个定的一种方法 那我们密教的观想 也是一样 是一种修订的方法 修订的方法 是很多的 很多祖师留下来 很多修订入三魔地的方法 每个人都要很仔细的 去应用 オンマーニペミホン 那我们在讲授 金刚心菩萨法 一般来讲起来啊 这个做完三个 观想啊 这个持咒啊 入三魔地以后 出定 都是要做肥像的 这个肥像就是讲啊 你修这个法 本身呢 收归何处 收归何处 就是肥像 那么你自己的祈祷 你自己心之所向 其实就是讲的 就是肥像祭 那么肥像祭有很多种 很多种 你自己本身来讲起来啊 啊 这个个人的肥像 有时候可以自己写回向祭 也可以用唱颂的 啊 回向有时候你也可以用唱的 用颂的 选出你自己本身的心之所向 就是回向 那么每一个修法当中啊 也有战祭 也有回向祭 所谓战祭啊 就是赞养金刚心菩萨的 就叫做战祭 回向祭呢 就是自己心之所向的 就叫做回向 那么金刚心菩萨 他的战祭也是很多 事实上我讲过 金刚心菩萨是很大的菩萨 他是五佛的法王子 在密教里面第一大的菩萨 就是金刚心菩萨 所以这个法应该是讲 虽然是释迦行啊 其实金刚心菩萨法 就是一个很殊胜的大法 因为金刚心菩萨是五佛化身的法王子 法言中文知实力菩萨 普贤是法王子 净土中观世音菩萨 大世智菩萨是法王子 密教金刚心菩萨 金刚sato就是法王子 这个有所分别 你修密教啊 你法王子是谁 最大的菩萨就是金刚sato 你看每一个祖师啊 他们在禅定里面啊 猛受金刚sato的放光加持跟受法 所以你说金刚sato有多大 大能再大 大能再大 他是最大的菩萨啊 祂是最大的菩萨啊 密教里面最大的菩萨就是他了 所以他是祖师爷的爷爷 跟你讲啊 你说我 我师父最大了 我师父是祖师爷 你知道祖师爷的爷爷吗 祖师爷的爷爷耶 金刚sato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这个这尊菩萨不是 啊 他是 你看 密教本身就是由他传下来的嘛 龙树菩萨还是要面见金刚sato的 然后龙树菩萨是八宗之主啊 还是要面见金刚sato 得金刚sato 付法印给他 这个不是大法是什么 他的百日明咒啊 他最后啊 每一个法当中啊 都要持百日明咒 什么作用 为什么要持三变 他有补白的作用 什么叫补白啊 以前我们写文章的人啊 写写写写到最后 那个印刷厂在印了 印印印印印到最后 哇 空了一百 不好 空了空了一点点 空了一点点 那个字啊没有办法把一页弄满 怎么办 那就叫补白 补白就是这个白的地方把它补起来 它报纸上 写写写写写到最后 哇 留了一点白了不行了 那赶快请一个这个大作家 赶快来补 就把那个文字给他补到刚刚好 延满 这样子 连多一个字 少一个字都不缺 这个叫做补白 百日明咒有补白的功用 你在修法的过程当中有疏忽了 对供养方面疏忽了 对敬礼礼拜方面疏忽了 疑鬼疏忽了 不敬啊 心啊疏忽了 深口意啊 不敬的时候疏忽了 你念百日明咒 就补白 把你弥补掉 把一些措施啊给他弥补掉 这个功用就很大 所以每一次啊 修法念三篇的百日明 这个原因就是在这里 他因为他有补白的作用 这个百日明咒啊 可以消业障 可以征服费 可以弥补所有的 过失过错 消除掉所有的业障 所以他的利益啊 是很好的 而且他本身啊 你念完百日明咒的话 这一切包括深口意啊 全部都清净了 你自己的深口意就清净了 百日明咒到底是 持长咒好短咒好 啊 这个就是 你个人 个人自己 你今天在修法的时候啊 时间 比较长 你认为我比较空闲 那你一定要持长咒 持长咒 你自己认为啊 今天修法的时间啊 比较少 那你就持短咒 就持短咒 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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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 功德一样 但是你不能因为你脱懒 啊 想说哎 持短咒 脱懒一下 你不能有这种心 啊 不能有这种心啊 你这样子去持咒 就不好了 就是说你看看你自己的时间够不够 你持啊 啊 长咒或者短咒 都可以 都是一样的 那个百日明咒啊 是每一次修法都要持的 都要持的 那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 那像百日明咒啊 应该讲起来在密教里面啊 在我们密教行者里面啊 应该是长词的咒语 就是很久每一个人都一定要背 这个咒语是特别重要 特别重要 包括了啊 身 口 意 清净 包括了《金刚经》里面所讲的 啊 我空 法空 众生空 受则空 也就是无我 无法 无众生 无受则 这种现象 那么这种现象啊 就是最清净的一种现象 最清净的一种现象 这个咒语的重要啊 大家都应该要知道 大家都应该要知道 那么我们也晓得 这个修这个法 有一个次第 有一个次第 你们自己本身啊 要知道他的心要口诀 可以看那个 《莲华大光明》啊 《莲华大光明》这一本书 就是 《密教大光伐》 《密教大光伐》 《密教大光伐》这一本书 以前就是我曾经讲说 讲说这个《密教修行》的 啊 最细的这一种说明仪轨 这一本书 《密教大光伐》这一本书 《密教大光伐》 《密教大光伐》 那我们今天呢 《密教大光伐》 它主要是在思想这个 生死的这个解脱的问题 是一种解脱的一种思想 那以后呢 它演变了 就有一种 涅槃的这一种 所谓生死的解脱 就是一种 涅槃的状态 涅槃的状态以后呢 在佛陀说法当中啊 又开示了这个 这个净土的这个思想 那么净土也就是说 涅槃的所在 可以讲是一种 涅槃的一种所在 这个在各个宗教里面呢 其实都一样有净土的思想 像基督教本身讲的 天堂就是一个净土 啊 佛教里面所讲的这个 啊 升天啊 天堂啊 都是净土思想 佛教里面呢 它谈到的 本来只有涅槃的思想 那么涅槃必须要依附在哪里 也就转化成为一个净土的思想 像那个阿弥陀经里面有提到啊 啊 这个 《关无量寿经》里面提到的这个净土 西方极乐世界净土 啊 这个就是一个净土的这个 嗯 思想就显现出来 那么人们啊 一般的人啊 首先是一对于死的一种恐惧 死的一种恐惧 死后不知道到哪里去 那净土的思想 刚好可以啊 对于这个死的现象 未来有一种寄通 有一种寄土 所以演变成佛教里面啊 有所谓的这个净土宗 啊 就是一种净土思想的一个中派 将来就是要求往生净土 这个是净土思想的一个根源 那么我们晓得这个西藏啊 本身啊都是很贫穷很落后的 很多国家都啊 这个佛教的国家有很多国家讲起来都是很贫穷很落后 但是他们为什么呢 对于这个信仰方面的这个信心呢 特别的这个强 而且又能够啊 对于一个信仰方面的表现呢 又是那么样的忠诚 其实啊 考究他本身的这个原因呢 他的心灵的一个向往 仍然是在脱离啊 人生的这个 生 老 病死 他们仍然是向往一种净土的一个 一个世界 所以对人间方面的一些苦 就把它淡化掉 苦没有关系 但是将来呢 能够往生到清净的佛国 去享受一种极热的世界 有一种这种坚定的信心呢 在你心灵的里面 所以他净土的思想能够弘扬 我记得啊 我记得啊我最近啊 啊 这个读以前啊 这个师父所教导的这个 这个法本 沙述 沙迦 沙迦 真空上师啊 他本身有 给我这个法本 我在他那里 啊 学习到的 沙迦教 最有名的道果 最有名的道果 也许将来啊 我可以把道果的这个 真正的这个内意啊 公开的传授 公开的传授这个道果 这是沙迦教本身啊 花教本身啊 的一个中心 一个教义 教义就是道果 那么他的来源啊 是 在西藏啊 原来有两位 啊 一个叫做康布 一个叫阿瑟雷 有两位 他派前两个人 到印度去学佛法 去学佛法 一个最有名的就是叫 卓米义师 卓米义师 他到了超原寺 印度的超原寺 去学佛法 他从啊 这个 毕瓦巴 毕瓦巴这个祖师 密教的祖师 的几代的传人当中 邪道的道果 回道的西藏 卓米义师 底下 很多教派啊 密教很多教派 都是从他那里开始 包括花教啊 白教啊 啊 都是的 都是从他那里开始 那么道果里面的深意啊 提到 你学佛啊 有三个很重要的 三个非常重要的 你学佛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应该讲佛教的基础 就是借力 借力 借力 再来呢 佛教本身的心药 重要的这个心药啊 就是波悦 也就是如来的智慧 那么佛教本身的精华是什么呢 佛教本身的精华就是密宗 也就是密教 那么我们谈这个净土啊 思想 为什么要谈这个呢 因为有了借力啊 在道果里面讲起来 指掉恶业 不善业 第一个开始 舍掉非福 就是要舍弃 不是属于你的福分的 就是不要去行恶业 就可以往生天 这天啊本身来讲 也是一个净土 也是属于一个净土 天虽然不是完全清净的佛徒 但也是一个净土 应该也是净土之一 反视人间那里 大家看人间呢 人间应该叫做惠土 惠土 有痛苦的地方 苦乐参半的地方 有苦的地方 我们就称为惠土 没有苦的地方 我们称为净土 那你啊 那你啊 刚开始学佛 你懂得守这个借力 你就可以升天了 这是道果里面啊 第一个教授 要舍掉非福 就可以往生天的净土 那今天先讲到这里 我们谈这个净土的思想 我提到这个 撒家教的这个道果 他第一个他本身是要守这个 啊 借力 就舍掉非福 不是你福分的 你要舍掉 这个舍掉非福 你才能够正进入啊 这个如来的圣教 如来的圣教里面 那这一点呢 就是因为你舍掉非福 那么子恶行善 你可以往生天的净土 天的净土 所以借力啊 主要 为什么佛教的基础是借力呢 因为他借力本身来讲起来 就是要 止恶行善的 止恶行善的 所以借力本身是佛教的这个基础 再来呢 就是进入般若 佛教的新药是般若 佛如来的智慧 在道果里面是提到 如来的智慧啊 是无我 是无我 弃除这个小我的思想 弃掉小我的思想 只有无我啊 才能够没有烦恼的 你才能够真正达到极乐 因为有我的思想一定有烦恼 一定有烦恼的 所以道果的教授啊 是要 教你达到无我 那么你有无我的思想产生出来 才能够成就一个菩萨 菩萨在救度众生当中啊 根本就是无我的思想 要了掉生死烦恼 只有无我的思想 那无我的思想 会进入一个境界里面啊 按照道果的教授是这样子讲 一切借患 从自己身体开始 自己的身体本来就是患嘛 地水火风 因缘组合 一分散什么都没有 就进入一种思想里面了 这个思想就是一切借患 一切借患的思想 那么房子也是不是永远的 汽车也不是永远的 金钱也不是永远能得到的 民地位一切一切都是空的 但是进入这种思想啊 也有一点必须要弃掉他的执着 因为你进入这种思想 会产生善恶也是空的 大家想一想哦 既然一切都是空的 那么恶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问题就产生出来了 就会产生这种断 你既然断了以后 会产生这种思想出来 这个也是很危险的 所以佛陀在教法当中有所谓断 有所谓藏 藏是什么呢 一切现象 一切现象仍然造就的现象 不断不长 就是说 你不可以讲一切借口 也不可以讲一切如常 所以佐在中间呢 就变成中道 这是佛陀的思想 那么在这里最后 你虽然知道一切借患 一切无我 但是最后还要弃掉这个 所谓断的一种执着 就是弃掉执着 这个就是道国本身的教授 道国本身的教授 所以净土的思想产生啊 是因为啊 是不能断的 因为你一断的话 一切借患 连净土也是患 连净土也成了患 既然没有净土了 就变成断了 就完全的断了 完全的空 完全的是患 所以必须要有净土思想 站在长跟断之间 这个是净土思想的产生 我们不能讲说 这个一切都是有的 一切都是有的 那么大家就是 看到一些摄像啊 就认为一切都是有的 那么也不能讲一切都是空的 因为一切都是空的 连二也是空 那什么都可以做 所以在长跟断之间啊 走中道就是佛陀的剥叶 就是剥叶 那么净土就是在这里 这剥叶当中啊 产生如来的一个智慧 如来的一个智慧 就是这样子的 那么密教本身的修行 就是一样有他密教的本身的净土 像西藏有所谓这个 香巴拉净土 有人去找香巴拉净土 找了半天没有找到 问一位大师 他说你不用找了 就在你心中 这一句话也是有他的道理 因为你心念所在啊就是净土 还有呢 你看啊 莲师的净土 乌金净土 乌金净土 密教还有一个奥明净土 奥明净土 就是你持咒 持到放光 就进到奥明天 奥明净土 大茄业的净土 这山一开 大茄业进入山中 啊 他在那里等待这个弥勒菩萨降生 那么再出来 这个辅助这个弥勒菩萨 这就是灵救山净土 灵救山净土 弥勒菩萨的净土 在斗立天 在斗立天内宴 就是弥勒菩萨的净土 阿弥陀佛的净土 最有名 西方极乐世界净土 还有东方 要师如来的净土 流离光净土 也是很有名 但是阿弥陀佛的净土 应该讲起来 它是无量光无量寿 无量光无量寿 它的光明是最盛的 所以它的光明是最有名的 它的净土是最有名的 另外呢 佛眼佛母的净土 就是马哈双年词 就是莲花童子的净土 那莲花童子的净土 这都是 每一个净土都有每一个净土 那净土有多少呢 根据阿弥陀经随便讲一句 释述 释迦摩尼佛讲的 过此 向西 有十万亿佛徒 十万亿 那就不得了 那么这些净土怎么寄呢 可以讲就是你相应了 密教里面讲相应了 你就可以去 你相应了 你接触到了 很简单讲 你打一个电话号码 这个号码是接到你家的 就是接到你家 你开那个频道 收音机的那个频道 你接到哪一个 就是到哪一个净土 所以这个是属于你心的念 你心念转到哪里 你就是在哪一个净土 净土在哪里 其实就是在你的心 很简单讲 因为这是你自己本身的心念 你修行 你弃掉业障 你得到敬业 你就往生你自己的净土 我们今天呢 讲这个开悟 两个字 这个开悟啊 可以这样子讲 它是一个明白 明白的净进 所以 当我们啊 当我们啊 在思想上 对一切的事物完全清楚的时候 可以这样子讲 这个就是开悟 就是开悟 那么开悟 那么开悟在佛教里面讲起来啊 它另外啊 它本身又代表着 是一个超越一个完全没有障碍的一个净进 啊 这个就是开悟的 这个就是开悟的 所以一般人对于开悟两个字啊 有时候啊 是模糊啊 不清的 是比较模糊不清的 这个感觉上啊 便不叫做开悟的 所以有很多人在修行当中啊 他自以为啊 他已经开悟了 其实那便不一定是开悟的 有的人是这样子好像在打坐 那么突然间看到光 他就以为 哦 我就是开悟了 或者有的灵感啊 突然间有一个灵感 这样啊 得到一些灵感的事情 就以为自己是开悟 甚至有的人呢 在打坐的时候 觉得皮肤啊 很清凉 身心都很清凉 这种节受产生出来 他认为啊 就是一个开悟的境界 这里面所讲的就是讲 接受不等于开悟 感应 相应 正宴 灵感 都不属于开悟的 都不是的 你有相应的境界 也不一定是开悟的 你有正宴啊 也不一定是开悟的 你有灵感啊 也不一定是开悟 所以有很多人就误会 很多人 我已经通灵了 我已经跟灵可以沟通 我用感觉的 用心的去感觉 或者你已经听到了 能够听到了 听到神佛的声音 你看见神佛了 他以为啊 这样子就是开悟 这个不是叫开悟的 开悟就是清楚明白 而不是通灵 所以通灵的现象啊 不等于是开悟的 接受的现象也不等于是开悟 所以我们今天写佛啊 你那个目标啊 不要弄错了 好像有些人啊 啊 我只是追求通灵 那这个是目标是错的 这个就是错误的一个目标 好像我可以问事情啊 我有灵感啊 我感应都会实现啊 他自以为这样子就是开悟 这是错误的 因为通灵的现象啊 只要你稍微得到一点的定静 只要你自己的灵体啊 跟这个灵本身有沟通的 那个磁性相同的 你就会通灵的 那么这个离开悟的境界 非常的早 通灵的不一定是开悟 啊 这个大家必须要注意到 那么开悟啊 也可以这样子讲 有所谓的 是法的开悟 跟理法的开悟 是跟理的开悟 所谓理法呢 的开悟啊 就是你理论上的 你知道 但实际上的 你不一定能够 你不一定能够自己很轻 去接触到这一种物境 也就是说 你不一定能够接触到 真正能够接触到的 应该是属于 是法的开悟 是法的开悟 理法的开悟 是理论上的 你清楚明白 但实际上是接触的 叫做是法的开悟 在理论上讲起来啊 好像是说 我们 对于宇宙的一切现象 你都能够明白 是宇宙的一些种种的现象 你都已经清楚 比如我们讲啊 这个整个宇宙啊 都是空性 宇宙的意识都是空性 那么你个人呢 也能够明白 你的身体自身 也是四大甲合 也是空 在圣意地讲起来啊 你知道 你的自性也是空 宇宙意识也是空 由你自己的空啊 去印证宇宙意识的空 这个也是开悟 这个也是开悟 那你能够动然明白一切的事理 这种现象啊 在禅里面啊 禅宗里面讲 这种子子空性 指指佛性的这种现象 应该是心灵上 理上的一种开悟 在理上你已经有了悟尽了 已经有了悟尽了 在密教里面呢 讲世上的开悟 不一定是这个样子 在世法上的开悟不一定是这样子 理法上的开悟 我们可以很简单的这样子讲 我们可以很简单的这样子讲 你时时啊 时时刻刻 你对所有的事情 都以圣意地的来看 来看 看这个事情 那么你心中的烦恼 就越来越少 你对生死 能够看透 对生死能够看透 你没有烦恼 对生死也能了 对自己明白 对众生也明白 对其他的一些事 你都能够明白 对宇宙的种种现象 你能够一眼 你就能够动穿 这一种清楚明白的一个境界 是理论上 理上 你已经完全能够明白了 那现在很多人修行 也是走这一条路 属于理法这一条路 用思索的方法 去观破整个宇宙的现象 用尽力的方法 去观破宇宙的现象 这个是理上的开路 开悟了 这个悟尽可以使你烦恼少 生死了 能够进入一种光明的定境里面 这个就是理法的开悟 今天讲到这里 那我们再谈开悟 两个字 在密教里面讲起来 它不只是有理法上的开悟 也有事法上的开悟 这二则应该讲起来是并重 并重的 理事全部开悟的话 那这样子呢 一般来讲就是说 比较严满 比较严满 密教特殊的四法开悟 是直接去接触的 直接去接触的 而不是属于理上的 对于理上你能够醒悟的话 你必须要实际上去修出他的释法 那么这个释法方面呢 可以讲这个就是密教 比如讲很简单 我们密教本身的修行 问你 你是不是能够引导你身上的气 也是说 你自己的意念 把这个气引导到眉心轮 那么降到喉轮 降到心轮 降到忌轮 降到密轮 那么你可以运转你的气 在你全身自由的流畅 这个是不是开悟 这个不是 但是呢 你用这一种实修的方法 渐渐的使自己 能够达到开悟的境界 再来 你这个气 由于你气的引导 让你身上的所有的经脉 全部通畅 所有的全身的经脉都很通畅 这个也可以使烦恼减少 也可以的 因为你身体的经脉 非常的通畅的时候 你全身会得到法乐 法喜 真正的法乐法喜 都会产生出来 有了法乐跟法喜 一切的烦恼就是斥肢 变成斥药的 那烦恼它本身来讲 你就可以看破 可以关破它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先通气 再通所有的经脉 全部很通畅 密教里面讲 你也要入定的 它才产生光明 这个定中的产生的光明 有称为母静光 母静光跟子静光 母静光 是原来宇宙空性的光明 子静光 就是你自身所产生的光明 在祖师里面讲 你通了气以后 经脉全部通畅以后 当你在静坐当中 禅定里面达到无念的境界 没无念 完全入定的境界里面 你会产生子静光 这个子光会产生出来 由于你产生的子静光以后 你子静光在你身体产生 它会射召宇宙之间的母静光 那么又有祖师讲 这个密教行者 当他在修明光法的时候 进入圣圣的禅定里面 跟睡明之中 这个母静光会接近来 会接近 你在圣圣禅定里面 很圣的圣地里面 母静光就接近你 其实也不是接近你 它本来就存在的 只是你星光一发露 母静光就在周围 就在周围 所以 为什么你身体能够发光呢 为什么会星光发露呢 星光这个发露呢 是因为啊 你密教行者修气法 通所有的经脉 那你在无念的状态之下 你使五轮呢 使你自己的轮脉 发出光明 这个就是子静光 那么你在生定里面 在睡梦之中 母静光就在你的周围 那么有一天啊 当你有一天啊 你把自己的这个光明啊 全身啊透彻 全身 全部透彻 你母静光跟子静光 能够会合了 子母光相会了 得到了一个光明 叫做果静光 果静光 这样子的光明显现呢 令你动彻 宇宙一切的事物的现象 你能够清楚明白 生命跟宇宙一切的现象的时候 这种境界就是 事法的开悟 就叫做事法的开悟 事法的开悟 就是说密教行者经过修气 通了气 应转气 通了经脉 通了经脉 然后你身体里面的明点 产生光明 得到明点的这个光明 产生出来 那明点的光明 产生出来的话 动彻宇宙一切的事理 就叫做开悟 这时候就是光明跟光明相会 变成一个大圆满的光明 就叫做开悟的 所以你看密教的开悟 跟一般的其他 宗派的开悟不太一样 其他的宗派的开悟 从理上去着手 让烦恼少 让生死了 让明白宇宙的真理 那密教的开悟 由修气 通脉 明点产生光明 光明 直然 跟宇宙的光明相合相应 由此来动彻宇宙的真理 了生死断烦恼 这种开悟 就是密教本身的开悟 就是释法 所以我今天就分析清楚 什么是理法的开悟 什么是属于释法的开悟 开悟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流露光明是很重要的 因为光明产生出来 你才能够照片一切 通通不明白的一切事情 你没有这种如来智慧的光明 产生出来 你是没有办法明白宇宙一切的事理 所以讲通灵 讲这个节受 讲相应 讲这些正量 都还不是开悟的 真正的开悟 是可以讲烦恼断 生死了 明白一切事理 这个才叫做开悟的 所以其他的讲开悟的 都是很早的事情 都是很早 有人不斜开悟 只斜通灵 这是走错了路 这个路就已经是不对了 通灵不是开悟的 那今天讲到这里 Om Mani Ben Mi Hom 我给你吃完 对我来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